東京生活情報 很多人來東京旅遊都很喜歡吃吉列牛 我今天發現吉列牛是快餐版的 所以我決定來試試吉列牛的味道 當然是便宜很多 我不期待餐廳的定食 但我也想知道快餐的質素是怎樣 我身後這間是著名吉列快餐的連鎖店 吉列牛是一個期間限定商品 這次推出了吉列牛成豬和吉列牛 大家可能看不到 它是一個吧桌形式的餐廳 不太方便在店舖拍攝 所以我決定買一個外賣 我們現在一起進去 謝謝 請問我們在這間店舖拍攝嗎? 是 是 是 我等它準備好的時候 它會給我喝茶 挺好的 提供一個著數情報給大家 這間餐廳經常派發100日圓的折鉤券 如果你有超過一個朋友要買外賣的話 可以考慮第一位朋友先買 拿了折鉤券之後 第二個朋友再用折鉤券去買 如此類推 這樣就可以節省100日圓了 好 好了我回來了 非常之熱 今天天氣 現在我們就開始吃我們這個 吉列豬和牛 這個就是買回來的情形 那我就叫了它走 折鉤醬的 因為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吃 那如果你們喜歡吃的 那其實它會金買的 還有吃這樣的寨 當然要喝汽水 那我在超市就發現了這個 最強... 寶寶 哎呀...希望可以跟我這杯東西夾 開餐 那我先說說 它雖然說是一個Beef Katsu Katsu即是吉列 但是要注意的是 它跟你餐廳吃的吉列牛定食一樣 吉列牛定食是一個牛扒 那它一來是快餐式的肉 二來其實它是用一塊塊的牛肉 製成一塊吉列牛 日文叫ミルフィル 今次這個牛 它就是ミルフィル的牛 我不知道哪個是牛 哪個是豬 不過拿上來應該就會看到 這個一拿就知道 它是豬 先吃了一個 一個普通的豬 比較一下 嗯... 很脆 老實說 很一般的炸豬扒 不會有什麼驚喜 但是... 說真的以外賣來說 我覺得不錯 因為拿到回來 還是脆脆脆 是好吃的 普通的好吃 先喝一口汽水 真的都很酸 我不敢說是不是史上最酸 但是很好喝的 然後我們試這個牛 大家看到嗎 這個牛 它真的是一層層的 它不是一塊扒 很期待 它真的不是牛扒的味 是吃到牛味 但可能吉列豬扒是比較普遍 我覺得就... 好像豬好吃一點 它不是沒有味 只是我不太習慣 吃多了 我習慣了 我覺得蠻好吃 因為... 你問我呢 我是一個吃牛的人 多於吃豬的人 簡單一點 如果我要吃燒肉 我就不斷燒牛 我吃Saba Saba 或者打火鍋 我就不斷加牛 我吃漢堡包 我也是會吃牛肉的漢堡包 rather於豬扒漢堡 所以我就偏心向牛 剛剛吃完 我只是未特別吃過 但吃完之後 我就覺得我會喜歡吃牛 純粹是因為我喜歡吃牛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喜歡吃牛的話 那你真的可以試一下這個吉列牛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跟外面的吉列牛定食餐廳比 因為完全不是那種味道 八百多日圓 它有飯有菜 外面的吉列牛定食餐廳 很多時候 Last Order 可能是九點鐘 那如果你是想吃宵夜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吃這個 因為它一般來說 三會生硬一點 但是 記住 它跟外面的吉列牛定食餐廳 是完全不一樣的 兩種食物來的 不要比較 如果你想吃它的豬的話 其實吃豬挺划算的 它的吉列豬當是四百多日圓 好 我今天的試食推介是這麼多 二百百五十多日圓的價錢來比 我都會覺得它有八十五分 好啦 我今天的試食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你都喜歡我今天的推介 就記住為這個影片給個like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記住訂閱我的頻道 看我更多試飲試食試玩的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